只穿了运动短裤配上假脚托 这名男子和他同行的同胞们 就这样通通被载到美国副总统的家门口 在零下八度的平安夜 直接被丢在华府的马路上 喝锦丽的官邸外 一共三辆满载中南美洲移民游览车 外界铺片把矛头指向共和党籍 德州州长艾伯特 因为他一向不满拜登政府移民政策 九月时就曾用同样方式丢包移民 或是再往其他民主党执政的城市 白宫痛批艾伯特的做法残忍且可耻 但现在挤在边境外的非法移民 确实是拜登政府的烫手山芋 不只副总统家门口这批无处可去的移民 拜登政府要伤脑筋 每波边境十八号开始 一天之内就涌入多达五千人想闯关 就是因为抓准二十一号开始 俗称防疫遣返令的第四十二条法案将要失效 因此移民只要能入境美国就不会立刻被遣返 预计这一开放很可能再次形成五十万人的移民大军 拜登政府该如何安置似乎还没想清楚 移民规定招令细改 华福采脱字绝 在两党炒出结果之前 十二月的寒冬之中 非法移民卡在美墨边境前途未谱 只能挤在一起靠近火苗 争取当下的片刻温暖 静新闻无论营周辰未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